農委會為了創作國產優質農產品的土耳價達 來推動到農產品初級加工廠的價位 在台南緑政有一個民間的新國新產合作者 來成立到全國第一間選項初級加工廠 驚你正式來啟用 希望透過到加工廠的成立 來提升在地農產的加工品質 為了創作國產優質農產品土耳價達 農委會推動農產品初級加工廠的價位 在台南緣政有一個人因成果的新產合作者 新立後全國第一間選項初級加工廠 認知在今天正式開業 現場邀請市長委會 立委丹典會、劉慧願 議長貴信領、副長陳行策 農委會客氣處長王世賢丁朗 共同進行政策開業優質 請讓見 謝謝大家 市長委提標是 希望透過加工廠的心理和習慣經營 可以確定到全台灣市議其他農產品 來提升在地農產加工的品質 由於丹典會希望農委會 可以有更多支援 來合作認真為農業打招的農民 農民把好的選項來讓我們年輕來做初級加工 這樣鄉民提高附加價值 提高他的價值 另外鄉民 讓他的三角的平衡 在地的平衡 今年選項可能要當初是有高級 可能增加20% 要是沒有增加那麼多 但是他的加工的壓力也有 理化營的時候我都跟主委說 用心認真的人 我們要給予更多的資源 所以其實連新加工廠是 這個農委會直接交辦的 直接要求的 所以我們希望未來還有更多 我們要協助的地方 我們不要只有今天 這樣的一個典禮完之後 一後就幫他們自己自生自滅 我們要看的是未來 不是只有看今天 對利益政的行李全國第一間 選項初級加工廠 理事主席林漢偉標示 一個選項對行政到行政 要有六個月的時間 他讓我採用法律 難免有不太好的選項產生 因此這個加工處理意 來讓衝判出行政價單 一個農產品的芒果在從開發到結果 結果他要六個月 他經過風吹雨傘 不可能每一天都漂亮 他只有一些NG水果 這NG水果就必須到加工廠 我們成立這個農業初級加工廠 我也有同輩要做2.2元 一個HAPP認證 這表示我們做的是安全的 擱拼一個東西 最後起點五一提也要參觀 加工廠的設備 以及國台下加工技術 研發性格 也強調台南鑽壓財政民主 有6,943公斤是全國最大 也因為新生的水果 不容易長久不準 因此用來做加工是非常重要 也感謝農委會幫忙農民 改划農產品初期加工的問題 既然蕭建委有這庫查詢報的